我讲一下邓小平的人品吧 我觉得他是个忍者 不是忍者神规 是忍者 是孔子说的那种忍 孔子在那个论语中 关于忍这个字 这个概念谈了很多次 出现了一百多次 在那个忍字 在论语里面 一般认为是人就是爱人 忍者爱人 但是他又同时讲了 好多关于人的概念 比较难理解 到底他在说什么 但是他提到过 商朝有三个人人 他们是榜样 一个是笔杆 一个是季子 还有一个就是威子 威子跟那个孔子 好像是亲戚 远方亲戚 我们讲就是说 季子呢 我觉得跟那个邓小平 有的一比 特别他 他们两个人都是 我认为 我认为在中国文化中的 一种忍者的代表 柳宗元 写过一篇 季子碑 就是说 总结了一下 季子 有什么 人的方面 人的方面 做出了什么贡献 最大方 三个方面 他说是 正蒙难 法寿 圣 化吉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季子啊 就是说 他能在 就是说 受迫害的时候 能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还是终于 殷朝 殷商 法寿贤的意思 就是说 法寿圣 意思就是说 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能够就是说 教化 就是 有头脑的君王 他指的那个 有一套理论 就是那个 上书里面的 那个泛宫九涛 就是 圣 就是说 圣王呢 就是 就是 周五王 也就是 你看了 就是 赏书就知道了 就是说 季子有一套理论 还有呢 就是 周五王啊 派那个 季子 封到 季 封季子为 那个朝鲜王 然后 季子上任之后呢 还是效忠于英朝的 朝鲜 就是 就是 成为就是 不成之地了 就是 不成之地 实际上是 呃 呃 是 司法签说的 就是说 为什么 呃 就是说 朝鲜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是 由于 季子 啊 他还是效忠于 英朝的 他不会 他不放 不把自己 就是放在 周朝版图之内 呃 然后呢 季子呢 还在朝鲜 搞了一套 就是说 呃 就是 很好的政策 是朝鲜 就是说 风起很好 呃 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当时 孔子啊 认为 那个中原已经是 呃 呃 离崩越坏啊 唯一好的地方 就是九离 九离就是朝鲜 也是 这个 季子的君子之国 啊 他们就 孔子就想 跑 就移民 到朝鲜去 啊 所以就是说 古代朝鲜人是 非常尊重 呃 季子的 因为 孔子说 那个君子之国嘛 就是 朝鲜 说明这个季子 在当时是 是个圣人啊 是个人人 而且是个圣人 呃 呃 当然当然了 现在那个 呃 朝鲜人不承认 啊 特别是韩国人 他们 朝鲜已经把那个 季子 呃 墓啊 已经跑了 他们自己搞那套 他们有一套 就是新的理论 嗯 这个我们没关系啊 呃 咱们再回过头来 呃 说那个 邓小平 呃 邓小平 也是个忍者 他跟那个季子一样 也长期三次受到 那个 毛泽东的迫害 啊 他三次反出 都是都是啊 装傻充愣 跟季子一样啊 协会播出 我不再犯了啊 偏偏老毛 呃 等老毛 就是说 呃 完蛋之后 呃 季子 也不是季子了 就是邓小平也付出了 呃 呃 呃做的第一件事情 也就是啊 就是搞一套自己的理论 呃 他也有自己的打发 也有自己的放红九涛 啊 不是不是九涛了 他是四个什么四个坚持啊 改革开放啊 等等 他跟那个季子季子一样呢 也有就是说 也有直接执政的 啊 当然了 邓小平也有 就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了 他执政的时候 呃 社会风气要好了很多 人家 也不急着了 大家都能稍微说点话了 嗯 这是不错的 就是 呃 邓小平 给人的印象就是 偷回 呃 他 偷回这项就是 嗯 《易经》中 第四 第三十六卦 明仪嘛 啊 就是 我在 啊 嗯 老毛的淫威下 我不得不低头 就这个耶词 如果你不低头 你要么去学比干 那给 嗯 周王给干掉了 要么学 魏子 啊 魏子 魏子就 跑掉了 风景炒糊了 他不干了 但是呢 三个人都是 呃 孔子认为 认为的 忍者 呃 我不认为 就是说 魏子能排到忍者 魏子可能是 孔子的老 孔子的亲戚吧 所以 所以他硬把 那个魏子 放进去 我觉得 魏子 这种人 呃 又跑掉 又后来 投靠 周 周武王 这种人 好像人品 也有问题 啊 不管怎么说 咱们再说 那个 邓小平 呃 邓小平 有一个 呃 政治阴影 就是那个六四 六四 的事件 他 呃 命定开枪了 杀人了 呃 那个 现在啊 我们头脑冷静 这么多年了 想一想 这件事情 实际上是 极左派 当时跟极右派 干啥 然后呢 把那个 温和派 就是 呃 改革派 放在当中 考了一下 然后呢 嗯 极左派 赢了 极右派 当时就是学生 他也没有什么 明显 就清楚的政治 政治纲领 也没有领导人物 啊 就是宣校 在广场上宣校 啊 搞悲情 呃 就是说 长期啊 站着床场 不去 啊 那邓小平 在那儿 啊 满嘴 满嘴是跑 一个多月了 他们都不走 跟他们谈也没用 打成死结 你知道 然后就 邓小平没办法 只能清场 那就杀人了 啊 就君子嘛 不是说 不是小绵羊 君子也有杀人 这是邓小平 就是说 一个阴影吧 怎么说 但是呢 我觉得这是 再过几十年 几百年 中国成为经济老大 文化老大 文化老大挺难的 啊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 再回头评论 啊 也会得出这个结论 啊 中国的盛世到来 就是跟 跟那个邓小平 直接有关 啊 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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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上任的时候 好像中国的 呃 外汇储备 才一亿美元 现在好像都天文数字了 明年都涨好 明年好像涨 几百亿 几千亿美元 这个数字 啊 中国的那个 中国的GDP 也 也在 也现在已经翻了十几倍了 这是 他 这个是 他和那个 老毛一样 不是老毛 就是季子一样 就是一个中字啊 对于英朝的 呃 就是说 呃 无限忠诚 嗯 邓小平就是对 呃 他的团体 呃 共产党 嗯 无限忠诚 他一定要把共产党 呃 呃 变成永远之正的 呃 革命党 不管怎么说了 这个人的人品 我觉得是孔子 呃 孔子肯定会喜欢他 这种人就是中啊 一个字 忠诚 啊 孔子就是 这个概念 对了孔子来说 太重要了 忠诚和小涕吧 嗯 还有那 老毛 呃 对 邓小平对那个 呃 就是说 他的政治敌人 也是 网开情面 你说说 也没对那个六四的那些人 怎么样 呃 呃 也许还是有侧影之心的 呃 嗯 那个江青死人帮 这人也没有整死 你知道 整倒但是没整死 就是 忍者嘛 侧影之心 这是孟子说的 我觉得 呃 邓小平身上 呃 看得出 是有古君子之风的 是个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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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想过 你的 其实是个忍者